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忙里偷闲给大家找了几个小故事 对 行不 开始吧 好 第一个是八尺大人 八尺大人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一种怪异 第一个故事讲一讲八尺的经典版本 因为现在大家看的都是改良版 对 都是那个村里边的贵妇人 都是现代版 咱们这次讲讲起源是吧 还真是 那根据目前有很多说法 八尺大人最早记录是出现在2008年 在2CH的怪弹板块 据说是在某个村路封印了一个人形怪物 她身高超过两米 有女人的外形 外貌不确定 有的时候是上年级的婆婆 有时候是年轻的大女人 通常会戴一个白色帽子 穿白色连衣裙 但是呢 也是有穿这个黑色衣服 穿丧服的版本 就说早期啊 其实服饰上没有太多讲究 还是比较看心情比较随意 自己有一套衣柜是吧 不像现在 现在都是统一款式了是吧 对 有点这个滑服的感觉 经典版本的八尺大人 是一个会杀人的妖怪 在确定好目标后啊 就会一直去尾随 去纠缠 一旦落到八尺大人手中 那普通人就一定会死 也有说法 在死前呢 会被八尺大人一直折磨 而且在这个目标人群当中 孩子的比例是特别高 特别容易成为八尺的目标 现在也是 是 挑这个软石子捏是吧 这次我们的主角呢 还是叫他逼个 说小时候啊 逼个呢 他放假就很喜欢去这个爷爷奶奶家玩 爷爷家呀 设在一个小村子里 逼个呢 就很喜欢户外环境 喜欢山 喜欢水 加上高中 正好也弄好了摩托 所以呢 去爷爷家次数也是更加多了 也不算小孩了 高中生了吗 说有一天呢 逼个在爷爷家 坐在院子里 就晒太阳 深呼吸 这个时候呢 就听到一个怪声音 泼泼 泼泼泼泼泼 这个不是机器的声音 也不是动物的声音 就是人的声音 逼个是抬头到处看 就看到 篱笆的后面呢 就有一个这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大女人 女人身高是超过两米 逼个很吃惊 和大女人进行了一个视线交换 但下一个瞬间呢 大女人突然消失 这个泼泼泼的声音呢 也是立刻中断 身高超过两米 我第一反应是 泛马杰克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一次见比一次高 两米四三 是 不过他就发出这个声音 是拿嘴发出来吗 还是说自带这么一个音效 应该是嘴吧 看现在很多这个 现代版的八尺 也都是用嘴巴发出这个声音 就是故意来吸引你的视线 还真是 当时逼哥也是觉得很奇怪呀 就和爷爷奶奶说了这个事情 听完呢 爷爷奶奶都非常严肃 也是不断问逼哥更多的细节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具体位置和长相特征 听完之后啊 爷爷是立刻有行动了 他先是去打电话 回来就告诉逼哥 说你今天不能回家 今天你一定要住下 说完 爷爷又开小货车出门 说我有事要办 你先别走 奶奶呢 也对逼哥说啊 说你遭遇的大女人 其实就是八尺大人 你别怕 爷爷他一定有办法 根据奶奶的说法 八尺大人是当地的一种怪异 八尺呢 是形容他的身高 接近是两米四身高 和杰克饭马差不多 周济修八尺鱿鱼 是吧 老八尺 新八尺 不一样啊 不同的人会看到 不同的八尺大人 但是啊 无论你看到的是 什么形态的八尺 不管是阿罗拉的 还是加勒尔的 一定都会很高 一定都会有 破破破的笑声 等于这两个设定是共通的 其他的你可以各种改 可能就和一些宝可梦一样 换了地方呢 还会保留一些最原始的特征 确实 奶奶还说啊 八尺大人肯定会杀死他的目标 经过一定的天数 目标一定会死 但现在呢 就和奶奶说的不一样 是吧 现在就是当面互动一下 没有这么多长久的这种遗留的症状 还真是 15年前呢 就是八尺大人出现过一次 之前呢 是用这个地藏石像 把八尺大人封印在某个村子 一般的情况 八尺大人是不会随便出现 在过去呢 周边的村子也会开会约定 说谁的村子去封印八尺大人 那以后呢 就能分到各种好处 无论是修路还是选干部 那都是你们村先来 过了一阵 爷爷带回来一个人 是一个外号叫老K的老婆婆 老K说事情很严重啊 这个东西你先拿好 就给了B哥一个符咒 然后呢 老K就安排B哥去二楼 去这个有佛堂的小房间 几个人呢 也是把房间的缝隙全都贴住 也放了好几个驱魔用的小盐堆 在墙壁上呢 也是弄了各种符咒 爷爷就告诉B哥 今天不能出房间 到明天白天都要待在这里 无论谁叫你都不能回应 我们今天肯定不会叫你 我确定你放心 记住啊 到明天七点前 一定不能出去 晚上B哥也怕呀 爷爷在床上发抖 到凌晨一点的时候啊 先是有人敲门 过了一会儿呢 有爷爷说话的声音 说小B呀 你害怕很正常 但现在呢 已经可以出来了 B哥听声音就是爷爷 但也是一想 反正说过谁来都不开 B哥决定就是不开 这个时候呢 B哥看到爷爷的颜色啊 就发生变化 从白色变成黑色 B哥也懂 八尺啊 他来了 真的来了 过了一会儿呢 有这个撬打门窗的声音 还有这个破破破的声音 B哥没办法 只能是闭眼祈祷 希望时间呢 能快点走 早一点到白天 又过了一阵 B哥呢 是往床上一倒 那是就地昏迷 等正开眼 已经是到了白天 到白天呢 这个爷爷就来开门 也是问B哥 说晚上没有和怪东西搭话吧 B哥说没有 后来呀 是爷爷送B哥回家 回家呢 是专门安排了一个大车 B哥是坐在中间 周围呢 有这个B哥的爷爷 老K 爸爸 和一些亲戚 老K又给了B哥一个符咒 让B哥抓到手里 在回家路上呢 也是再次遭遇八尺大人 B哥当时闭上眼 抓紧符咒 老K 他就催动全身力量 默念咒语啊 妈咪妈咪哄 大为天龙 马可巴卡 瓦卡密卡 用尽全身功力 才和八尺大人 是拉开距离 等于他们在车上 然后看到了八尺大人 还真是 我天 腿长 然后卖步子大 能追上车 在后面追呢 够厉害的 最后B哥是顺利回家呀 手里的符咒都变黑了 爷爷说啊 这个找亲戚坐一起呢 是为了混淆八尺大人的视线 让他难以锁定他的目标 小B你以后不准来村子 不能再去了 到爷爷去世的时候啊 爷爷是给B哥有留言 说千万不能过来 呃 又过了很长时间 到B哥遭遇八尺大人 已经是过了十年 有一天呢 奶奶就给B哥打电话 说封印八尺大人的地藏 已经完全被破坏 八尺大人可能还会再去找B哥 或者呢 八尺大人已经在寻找他新的目标 寻找新的美味的小孩 哦 这个就是经典款的八尺大人 起源故事 还真是 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觉得 在起源里边 完全把它设定成一种鬼怪 嗯 但现在呢 更像是 赋予些普通 怎么说 罪犯 然后那种怪人的那种感觉 因为鬼怪是有一个明确的方法 能去阻止他的 是 但现在呢 感觉更像是 猎口女那样的存在 或者说是在这个 郊外 农村出现的一种 魅魔形态 对 了解了解 了解 行 为什么讲八尺大人 也是这个 最近经常上网 他老给我推 无论是经典款的 还是现代改良款的 嗯 所以就把这个经典款的 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了一下 他这也同时具备 女鬼的这种 诡异 以及这个 巨物的那种压迫感 嗯 确实 所以这个改变空间很大 嗯 哪方面去改 可能都有很大创作空间 嗯 是 行 下面一个故事叫 不能再见的女朋友 就说 逼哥在中学的时候啊 他是他们班的一个不良少年 这是逼哥的前传 是 平时过得很颓废很随意 到了初中三年级啊 大家都在努力学习 逼哥呢 还是在和其他学校啊 和一些不良们在比试拳脚 街头格斗 是逼哥的爱好 后来学校就觉得 要管一管逼哥 这个逼哥呢 安排了一些事情做啊 都是打扫卫生 整理仓库 等等的一些劳动工作 嗯 其中有一个处罚呀 是要逼哥给一个图书馆打扫卫生 图书馆的位置比较偏 平时是没什么人 里面呢 一般是只有几个工作人员 和几个附近来看书的老人 逼哥简单打扫 然后呢 就去学习室的阳台上打发时间 玩手机 点根烟 开了几盘云顶之意 玩玩手机上的COD 这时候呢 有一个女孩走过来 我们就叫她小方 小方说这里不能抽烟 这里是图书馆 逼哥当时也是暴脾气 说不抽就不抽吧 随手就把烟一丢 烟头呢 正好丢到了女孩的身上 制服上呢 就烧了个黑点 女孩一下就哭了 边哭边跑回家 你说随手一丢 能丢到跟你说话人的衣服上吗 这我觉得故意的 多少带点这个不良气啊 是 就说这个逼哥呀 虽然是暴脾气 但其实人还可以 一想刚才确实自己也不对 在图书馆问了一遍 就问到了小方住的地方 顺路呢 买了一盒小蛋糕 就上门道歉 这一来一回呀 两个人就基本认识 后面呢 逼哥是每天都去图书馆打扫卫生 小方呢 也是每天都来图书馆 这个看书学习 从夏天到冬天 经过几个月 逼哥和小方就开始交往 这段时间呢 逼哥也是喜心革面 每天都去学校 回家呢 也是好好搞学习了 哇 画风一转 成那个校园青春剧了 嘿嘿 还真是 这里加入一个设定啊 说逼哥呢 是有一点灵感体质 最近发现 女朋友有时候会变得透明 逼哥呢 就是有点担心 找了一天啊 逼哥就去女朋友家 想看看他们家 到底是什么情况 小方住的地方 是比较空旷 说是因为这一块呀 马上要做一个飞机场 所以小方他们家 也是很快就要拆迁 去小方家的时候啊 小方不在 他爸爸在 爸爸呢 不想多说 就让逼哥走 你给我滚 逼哥看到房间呢 是有一些药片 加上小方平时 也是有的时候身体不好 老是发烧感冒 所以啊 这个逼哥就推测 可能最近小方是生病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逼哥还是好几天 联系不到小方 看不到人 电话也不接 逼哥呢 只能又去他家 但是啊 又是见到小方的爸爸 见面 爸爸也不多说 就骂逼哥 说中学生不准谈恋爱 马上要中考 你不准找小方 哦 还是学习为重 哈 哈哈 逼哥有点急 说那可不行 爸爸很生气 就打逼哥 那要是以前不良心态的逼哥呀 那上去就得一个爆摔 直接压住爸爸来一个挥马骑士的家 这个陈马机炮拳 中学生暴揍成年人 冬万 冬万出来的薰手 但现在呀 逼哥已经决定不再出手 所以吃了爸爸两拳呢 也是转头就出门 逼哥边走也边想 说现在也是没有办法 那等中考完再说 考完试 我们再找女朋友 再去找小方 又过了几个月 中考终于结束了 逼哥呢 还是先打电话 但电话还是没接通 此刻逼哥心中 已经是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冲到小方家 发现他们家已经没了 已经被拆了 当时逼哥呀 也是蹲在地上哭 非常的痛苦 后来呢 逼哥是到处找小方 他就听到一个说法 说是因为这个小方很早就有病 在他们家被拆前呢 小方就决定不想读高中 过了一阵就住院了 后面的情况 大家是都不清楚 又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逼哥啊 他梦里偶尔会见到他的女朋友 梦里面呢 是一个花海的场景 逼哥见到小方 也是说了很多心里话 但小方呢 只是微笑 就只是看着逼哥 这个梦境 一个月呀 偶尔会出现一两次 每次呢 逼哥都是和女朋友 汇报最近的生活 说最近在练跑步 最近考大学 在大学里和朋友玩游戏网 玩APAS 各种生活琐事啊 都会说给小方听 而且每次晚上见过女朋友 白天起来 逼哥的心情都会很好 会觉得非常平静 但是呢 一照镜子 脸上肯定会有泪痕 就说晚上闭了眼睛 下意识啊 见到女朋友就哭 时间再往后推 逼哥见到小方的次数 是越来越少 最后一次见 是在这个大学毕业前 梦里逼哥和小方说啊 我毕业了 要去上班了 要回老家去工作了 这一次呢 女朋友是慢慢地 说了几个字 恭喜你 おめでとう 这天往后啊 逼哥就是 再也没有见过小方 在逼哥的记忆里 小方的外貌和长相 都是在慢慢地消失 后面呢 逼哥也是去找 小方的照片和日记 但很神奇 全都没有踪迹 这个就是 不能再见的女朋友 其实以咱们节目 这个调性啊 我一直在等这个女鬼出场 但没想到是一个 这么温情的 这个故事吧 深情小方 确实 和深情逼哥 因为你说这个梦里相见啊 就经常会有一些 这个诡异的情况 可能会发生嘛 但这里边就是 这个你说过去 或者说消失的 女友吧 女同学 就一直在梦里边 跟他交流 鼓励逼哥 对 用眼神守护逼哥 挺好的 因为上次 我知道这个梦里边 交流的故事啊 是在富江里 有一集是 富江有一个集会 然后他 他这个 就让集会里边 这些人啊 去外边抓 他的帅哥朋友 给富江上贡 然后有一人 就把他这帅哥朋友 抓过来 但他这个帅哥朋友 一直惦念着 他好像是死去的 还是什么的一个女友吧 嗯 一直就没让这个 富江魅惑他 一直很坚定 对 但是呢 这事件完结之后 富江也消失了 那帮人也消失了 这个男主 回归正常生活 但他在做梦 梦里就不是他女朋友了 是变成他富江的 那个样子了 心态发生了变化 梦里边夺舍了 太可怕了 但这个故事 真是非常之温情 确实 偶尔还是讲一件 善良的故事 对 先下面一个故事呢 叫 奇哥的人偶 说 逼哥大学毕业 叫工作啊 公司有点远 他呢 就是每天骑摩托上班 每天都要骑半个小时 有一天呢 事情很多很忙 加班到一点多才回家 当时呢 也是洗完澡就睡觉 凌晨啊 迷迷糊糊 就看到床边 有一个小女孩的人偶 人偶的头发很长 是穿了一个红色和服 人偶呢 是爬到逼哥身上 就给逼哥右边肩膀 狠狠地垂了几下 逼哥立刻起床 就发现 周围其实什么都没有 没有人偶 逼哥没多想 以为当天就是累了 以为就是个很普通的梦 到了白天 今天逼哥呢 又是骑车上班 下午是六点准时就走了 但中途就有意外 出车祸了 是在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啊 前面有红灯 逼哥呢 已经是停车 在等信号灯了 后面的小汽车 没杀住 撞的逼哥啊 是往地上一倒就地昏迷 送到医院 逼哥是右肩脱臼 肌肩端裂 后来啊 朋友小汐就来看逼哥 小汐呢 有点凌厉 能够看到怪东西 小汐说啊 说你那天呢 还好没有坐公交 坐着公交 肯定会有大事故 路人啊 也都会跟着倒霉 逼哥很好奇啊 就问为什么 小汐就解释 说那一天 你的右边肩膀 一定会受伤 应该呢 就和女孩人物有关 还好啊 你是一个人骑摩托 所以也就是自己倒霉 那一天 无论逼哥 你多么注意都没用 一定是会受伤 哦 还挺会劝人的 啊 让他放宽心 和你没关系 过了一年多 有一天呢 逼哥是要出差 要见客户 看着地图 感觉还是能骑摩托 早上起来的时候啊 和过去那一天的感觉呢 是差不多非常相似 在凌晨的时段 女孩人偶 站在逼哥身边 然后啊 爬到逼哥身上 给逼哥左边膝盖 干了好几拳 又给逼哥腰上 踢了好几下 哦 逼哥看到人偶 就想立刻起床 但当时全身 根本动不了 就感觉全身 有一股无形的立场 有一股胃压 有鬼压床了 嗯 到早上逼哥起床 想到刚才的遭遇 也想到之前 小夕的警告 那今天呢 是一定会受伤 怎么注意都没用 逼哥就想 我还是要上班 还要工作 所以呢 就是一个人骑摩托 顶多自己受伤 当天呢 逼哥也是决定 不去坐公交了 虽然呢 逼哥是抱着这个 试一试的态度 那果然当天 逼哥还是遭遇事故 在一个路口 逼哥再次被撞飞 当时逼哥啊 是正常绿灯往前走 旁边呢 有车红灯 也是过路口 逼哥的摩托 也被撞得稀碎 这一次呢 是左边膝盖 韧带断裂 半月板受伤 第三腰椎骨折 哦 医生也说啊 说逼哥的情况 其实也还算好 事故是很严重 但伤呢 是没有那么严重 后面 小西又来看逼哥 小西说啊 你还是要去找个师傅 出个灵 现在呀 在你旁边 就能够看到一个人偶娃娃 小西指了个方向 是病房的角落 逼哥看到这个角落 就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觉得很不舒服 心里面也是非常烦躁 虽然是白天 在那个角落 就觉得是特别的灰暗 逼哥也是问了其他病友 就病房的其他人呢 都是没有这种感觉 逼哥觉得很害怕 住院的时候呢 也是睡得不踏实 睡不好 到这个出院的前一天 凌晨的时候 又是同样的情况 熟悉的场景 看到人偶啊 逼哥就想 来了 还是来了 这次人偶就说话了 问逼哥你痛吗 人偶呢 是那种很开心 很好奇的表情 逼哥当时也是 说不出太多的话 就说 嗯 是 人偶呢 就很开心 说我们下次再玩 说完 人偶也是立刻消失 我真狠啊 以别人的痛苦为乐 嗯 逼哥醒过来呀 他的大脑就是高速运转 说也不是不想玩 是人偶的玩法 太激烈 根本玩不动 嗯 出院 逼哥就去做了 这个驱魔的仪式 做的法式是叫护魔形 是一种使用火的仪式 做完仪式啊 这个老住持呢 也是和逼哥说 说你最近身边有什么怪事吗 逼哥心想你还挺会问 来都来了 那肯定是有事吗 但逼哥还是比较有礼貌 就说是的 最近呢 遇到过好几次不好的事情 老住持说啊 说那我想请你看一个东西 你跟我来 去的房间呢 是一个全是人物的小祭坛 在其中呢 有一个人偶 就很像逼哥遭遇的人物 老住持说 说我也是突然有一种感觉 我要把你带过来 从这天起啊 逼哥就决定供养这个人偶 逼哥也是拍手祈祷 说求求了 别弄了 我还想活 时间又是过了半年 有一天周六啊 女孩人偶是再次出现 还是凌晨时分 逼哥也还是不能动 人偶呢 是给逼哥的头敲了几下 而且这一次啊 人偶的表情呢 非常冷淡 没有以前那么活泼 逼哥本来说今天不出门 但正好有点事 还是得出去 出门的时候 是很小心也没事 回家的时候 要过一个天桥 但下楼梯的时候呢 被推了一下 逼哥在地上打滚 也是立刻昏迷 逼哥当时也是回头看 但身后啊 当时是真的一个人都没有 这次逼哥是颈椎扭伤 身上有一些擦伤 伤势不严重 也不用住院 检查的时候呢 也是有一个比较怪的地方 外套上是没有手印 但是啊 贴车的短袖上面 有两个手印 内力打伤的 发工了 又过了半年 逼哥呢 是遇上了一次 比较严重的车祸 这一次啊 是被小卡车撞了一下 住院的时间是总共有两个月 嗯 住院的时候呢 有一天晚上 逼哥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在一个公交里 旁边就坐了一个大女人 这个大女人呢 就和逼哥很聊的来 她们是聊的很开心 逼哥就问 这个车啊 是要往哪开啊 大女人说是往天国开 逼哥就问 啊 为什么 大女人说 因为你早已经死了 那逼哥就问啊 说那你去干嘛呢 大女人就回答 说这是我的工作 公交也是慢慢的往天上开 往云里走 但大女人突然变成人偶 说逼哥 以后我们还要一起玩 你哪都不能去 这个梦醒之后啊 逼哥是再也没有感受到 诡异的气息 也再也没有见过人偶 经过这一次呢 逼哥自己也是有了一个 很特别的预感 就说啊 他和人偶以后 也是再也不会相遇 这个呢 是一个匿名版的小故事 当时这个下面 也有很多人讨论 有人就分析 说人偶 是个能够造成伤害 改变命运的特殊灵体 那也有看法 说人偶啊 其实是逼哥的守护灵 每次行为 都是做出一个警告 给逼哥预言 想尽量的去降低 逼哥的危险 把本来逼哥必死的命运 拆分成了好几次小的事故 就说呢 回避了最大的危机 延长了逼哥的寿命 这么换位一讲 倒也合理啊 就每次悄悄这样 告诉你这儿又出事了 提前做好准备 医保该交交 他医保都没白交 都花得出去 逼哥一直上班呢 中间没有断档 确实 但也可能是一个 是吧 就是不好的东西 这真说不准 我觉得会不会是那个 这个当时做的仪式啊 帮他顶了一些东西 老师傅还是有点用 对 而且最后如果说是守护灵的话 最后带着带着你去了天国以后 说要一起玩 但他也觉得这又是个分别 嗯 这不好说是以后不守护了 没人来敲我膝盖了 行 这故事就告诉我们这个 交医保还是有用的 哈哈 哎 后面几个故事呢 我们下周啊 再找一天不忙的时候录吧 行 那听节目的各位可以稍事休息 咱们这个一会就见啊 哈哈 行 行 啊 我们下半段再见 好 大家好 欢迎回到摩登怪谈啊 今天我们继续来录下半期 是 这是我们找了个周一来录 对 对 周一我们两个还算是比较努力吧 是 对 就已经开始安排各种工作了 之后也争取 我这块也能帮大巴去找一找 这个鬼故事类的选题 确实 每个人喜欢看的这个门类呀 类型呀 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对 我现在呢 也是摸清一下这个稿件的长度 之后希望能甄选到一些好的故事 没事没事 慢慢来嘛 看到什么我们也是就是随机添加 好 这期依旧是达巴选的几个怪谈故事 又选了几个新的故事 最近又是看了几个有点意思的小故事吧 确实 那请吧 来吧 第一个叫修理人偶 说主角叫逼哥 逼哥呢 因为一些个人经历 所以他不喜欢人偶 正好啊 逼哥他的小女朋友呢 我们就叫他小美 小美家里正好有一个法国人偶 逼哥就说很讨厌这个东西 自己啊 看到这个东西就很不舒服 浑身难受 看久了也想上厕所 有条件反射 这么讨厌呢 是 小美说啊 人偶呢 是小时候家里人买的 不可能丢 这个东西呢 不是个奇怪人偶 就是个很可爱的娃娃 逼哥没办法 逼哥也说啊 娃娃要是被主人讨厌 被随便丢 那也是比较可怜 逼哥这个人呢 就是比较通情达理 很通人性 通人性 超好 过了几个月啊 逼哥又去小美家玩 就看到 人偶有些破酒 头发很干燥 眼球有裂痕 衣服上还有灰尘 但逼哥就说啊 人偶是很破 但修人偶不是我的工作 说逼哥这个人呢 心灵手巧 很多首饰和装饰 都是自己做的 也送了女朋友 很多自己做的小礼物 逼哥平时呢 经常胸口啊 挂一个自己做的千年轮 偶尔也会挂一个千年积木 练这个脖子肌肉是吧 负重 平时在家里 逼哥也是做很多家务 这个电脑 电视也都会修 换个龙头 换个灯泡 也都是手拿把架 没有问题 居家好男人 是 逼哥就是非常通人性嘛 非常有用 修 但是啊 小美的人偶 逼哥就提不起兴趣 他就不想修 过了一段时间 好像人偶啊 也知道逼哥不想修 所以人偶呢 就是有了点怒气 这个人偶呢 也是稍微有点通人性 后面 人偶就经常出现在 逼哥的梦里 也不说话 就盯着逼哥 怒视逼哥 全身呢 就散发出一股 无形的怒意 散发出一种 这种 无形的精神力 但逼哥也没有屈服 梦里面 他也回话 就说 现在很忙 今天很累 现在没有心情啊 就找各种理由 就是不修 在女朋友家待了几天 狠狠地打了几轮牌 逼哥呢 就暂时离开 时间又是过了几个月 逼哥呢 又是正好有假期 又来到小美家 这个时候呢 逼哥基本上 就把人偶忘了 但是人偶看到逼哥 再次爆发出怒气 又出现在逼哥的梦里 但前几天呢 逼哥还是没有输 没有屈服 就是不理这个人偶 后面 人偶也是非常怒啊 吹动全身的力量 就爬到逼哥头上 对逼哥使用鬼牙床 逼哥呢 还是觉得有点车间 觉得人偶也不容易 就找工具 简单对人偶进行修理 整理好头发 衣服 破的地方呢 也都进行了一个 简单的修补 逼哥呢 也就是对人偶说啊 说我不要你道歉 也不要你回礼 你别乱跑 别乱动 让我好好休息 再弄我 我就放火 我就要把你烧掉 也有理有面 是吧 后面呢 逼哥就能安心睡觉 但是啊 这个人偶呢 就在小美的梦里 出现过一次 小美就说啊 这个人偶呢 是非常害怕呀 全身颤抖 搓搓小手 也是对小美说 我现在很害怕 你让逼哥别烧我 这个就是逼哥修理人偶的一段小故事 放几句狠话还真有用 有什么感觉吗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鬼娃恰吉 那个美国电影嘛 那里边是人偶 就玩具里边有一个杀人犯的灵魂 所以他能自主行动 然后还能这个说怪话 是吧 做一些很瞎流的动作 还真是 但这里边人偶吧 我觉得他倒也没什么坏心思 只不过觉得 你有这手艺 你干嘛不帮帮我是吧 但我觉得这个整个故事里啊 这个逼哥和人偶 这都还好 最差劲的是小美 有点简单互动 对 明明是你自己的东西是吧 你又自己这么心爱的东西 又不让扔又什么的 还不平时好好清洗一下 保护一下 又落灰 然后这个眼睛又干裂什么的 很对不起玩具 这要换到玩具总动员 就肯定是个坏孩子了 提供了一个角度了 以前看蜡笔小新 有一段漫画 也是讲了一个这种 类似的人偶故事吧 还有点印象 好像也是挺逗的 也是恐怖回是吗 恐怖搞笑回吧 行下面个故事叫 奇怪的手机 说主角叫逼哥 我先中午吃了饭呢 就去公园歇会儿 但是啊 突然脑子里面 就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 有个奇怪想法 想去看一眼旁边的垃圾桶 正好啊 身边就有一个 立刻就去看了一眼 里面基本没东西 但是最下面有一个手机 逼哥就被手机吸引 就伸手去摸 看到手机基本都碎了 电池呢 也都鼓了 但是啊 逼哥的大脑高速运转 觉得手机不能用 不是还有内存卡吗 他就把这个内存卡 给抠出来了 咽过拔毛了 下班回家 逼哥还是挺开心 今天呢 捡到一个小内存卡 但是 这也开启了逼哥的一段噩梦 回去呢 逼哥就拿电脑 看看内存卡还行不行 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就发现 卡里面主要是有些照片 都是一些家庭照片 大概有一百多张 前面呢 都是普通的中年女人 小女孩 还有一些大叔的自拍 以及有一些风景照 还有一些COD的连杀截图 云顶之翼的吃鸡截图 逼哥就觉得就推理啊 这个手机呢 就是那个中年大叔的东西 逼哥就觉得这些照片啊 也都比较普通 不是很有意思 他就往下看 就发现 其中有些照片呢 就很古怪 很蹊跷 突然又是来了兴致 看到后面有一个照片啊 是一个在黑暗房间的拍摄照片 房间里面有一个没有穿衣服 背对画面的长发女人 黑暗房间 但能看出这这么个形象 稍微有点打光了 逼哥就是有点紧张 还是有点好奇 继续往下看 看下一张 发现画面里的女人 已经转过头 但是呢 只有头转过来 身体还是在背面 逼哥仔细观察 发现女人的脸也很奇怪 她是没有眼睛 不是没有眼球啊 是眼睛的部分呢 就是普通的皮肤 逼哥觉得很奇怪啊 继续看后面的照片 但是后面连续三张 都是全黑的画面 看不到一眼东西 逼哥就觉得 可能是大叔在乱拍 美图秀秀呢 就乱改 然后啊 逼哥也是没有往下看 立刻呢 就把卡格式化 但格卡的时候突然停电 整个房间漆黑一片 逼哥呢 是一个人住 住了好几年 今天算是第一回停电 现在是晚上十点 笔记本电脑 还是有一点屏幕的亮光 看窗户外面 周围邻居呢 也都有灯有光 逼哥就想 就可能就是房间跳闸了 就走到门口想看电闸 但刚走到门口 就突然听见厨房有声音 逼哥这个时候呢 就感觉不太对 就拿电脑当手电 一步一步的靠进厨房 这个时候呢 厨房又有了一些 不一样的声音 是那种靴子 在来回走路的声音 逼哥这个时候呢 就是比较冷静 他没有继续前进 他是大吼一声 打开房门 就想往外面跑 这一路呢 头也不回 但是能感觉到啊 身后呢 是有东西在追他 冲到门口 先是推上电闸 房间里面呢 也是有了电 有了灯 回去看了一圈呀 是什么都没有 逼哥觉得房间里面 应该还是有怪东西 他看了一眼电脑 电脑说 卡已经是格式好 逼哥看到这个消息啊 就有了一点安心的感觉 刚才声音呢 就觉得可能是自己的幻觉 逼哥呢 在睡觉前啊 也是没关灯 就开了台灯 开了吊灯 往床上一倒 直接睡觉 嗯 不知道是睡了多久啊 逼哥就觉得呼吸非常困难 他睁眼一看 房间的灯都没亮 逼哥立刻就是很紧张呀 他仔细听 就听到房间里面有一些那种 咔嗦咔嗦的声音 这次房间的声音啊 逼哥就觉得 可能是有蟑螂 小强在来回爬 是那种多足动物 在来回爬行的声音 逼哥这个时候呢 就按了一下台灯 发现台灯没亮 逼哥想 可能又是跳闸了 但是大半夜呢 逼哥觉得很累 很疲劳 往床上一倒 立刻昏迷 就没想管这个事了 嗯 在半睡半醒的时候啊 逼哥就觉得 有什么东西在靠近逼哥 脸上呢 有头发在来回扫的感觉 在耳边也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他就问逼哥 你是谁 逼哥这个时候就是说不出话 感觉女人是走远了 又是再次昏迷 时间也是终于到了白天 逼哥起来就发现 脸上有红肿 像是被虫咬过 被虫爬过 哦 昨天的事情提反应了 嗯 逼哥就想 今天肯定不能上班呀 就请假去医院 出门前 逼哥突然就想开一下电脑 想看一眼内存卡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他就发现 卡里面的东西是全都恢复 而且呢 三个原本全黑的照片里面呢 画面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第一张 能看到眼睛的位置啊 有一个很小的缝隙 有一丝裂缝 后面的照片呢 黑色没有那么严重 能够看到一点女人的皮肤 逼哥这个时候呢 就是打开修图软件 调整画面的光源和对比度 逼哥通过这个画面 就有了一个想法 有了一个假设 说女人 是不是在不断地靠近镜头 后面全黑的图啊 应该就是头发挡住了镜头 逼哥觉得这个卡呀 要立刻处理 他呢 就把内存卡 埋到附近的公园 然后呢 又去医院 开了点治疗皮肤的药膏 下午逼哥回家呀 觉得应该也是差不多了 累了一天 应该玩会电脑放松放松 但是打开电脑 突然胸口剧痛 还有耳鸣 在电脑的我的文档里面 看到了一个新文件夹 逼哥他就点开 发现是黑色怪女人的圈套照片 哦 转移到电脑里了 明明没有复制 但却出现在电脑里 逼哥他是浑身大汗 大吃一惊 这个时候呢 逼哥的大脑高速运转 觉得还是要卖掉电脑 他呢 就先自己把电脑格式化 然后啊 就找了个电脑程 立刻低价给卖了 后面呢 逼哥就对电脑 有了很强的恐惧 从此上网是只用手机 只用手机发消息玩游戏 呃 过了几天 脸也好了 身体也恢复了 但是啊 在这个口袋里 在背包里 偶尔能够找到一些黑色的长发 哦 这个就是奇怪的手机 是逼哥的一段经历 还留这么一扣 听完有什么感觉吗 我觉得如果按这设定来说啊 之前那个大叔做的已经算是可以的了 他是把甩不掉的数据 包括那张SIM卡也好 还有手机数据也好 是把手机弄坏了 直接摧毁 然后扔到了这个垃圾桶里 他没想到是内存卡的问题 以为是手机的问题 或者说他其实已经蔓延到过手机里 只不过内存卡 借由内存卡 他也可以转移出去嘛 然后就会被这位哥捡了 就逼哥 就逼哥这挺不仗义啊 他把这电脑 有问题电脑给卖了 电脑也不便宜 可能逼哥是这个想法 是 行 那我们继续下个故事吧 叫采访典型店 这次主角呢 我们就叫他小西 小西他是一个杂志编辑 杂志呢 是一个生活杂志 小西他是负责这个美食板块 平时工作啊 要拍照片 弄采访 要探电 要写文章 还要弄微信号 还要做短视频 这像自媒体 这不像杂志编辑 非常全能 是啊 已经工作了好几年 小西也是有了一些人脉 有时候呢 就会有店 有老板去找小西 请小西过去吃两口 拍一点 歇点体验 就这个好不好吃 行不行 有一天呢 小西就看这个读者记的明信片 里面有个照片 照片呢 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典型店 上面就写啊 我们的店很好吃 你一定要来 但是这个字迹不是很清晰 有点像是用了这个漏水的钢笔 有一些木质的痕迹 根据明信片的地址 就确定店的位置 小西这两天呢 正好也没事 就打算过去看看 一般出发前都会去看看地图 上网找下位置 但这次出发呢 小西突然有一种感觉 他不想去调查 先去看 到了地方再说 开车有一个小时 就到了这个目的地周边的小区 停好车 小西呢 就是慢慢走过去 根据照片就找到一个小区 但小区里面是没有店 逛了一圈 就看到一个很破旧的房屋 是一个废弃很久的小楼房 楼房门口 还有周围都有很多杂草 小西看了一会儿 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突然呢 从头顶上 从这个小楼房的二楼啊 就感受到了一个视线 小西就觉得楼上应该没人 他是非常冷静啊 立刻就离开这个区域 又是简单逛了一圈 就去了旁边的商业街 找了一个小商店 小西呢 就进去买个饮料 也是给这个收钱的大哥看照片 老板看了就大吃一惊 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照片呢 小西他就回答 说我是个编辑 想去采访一下这个店 这个照片呢 应该就是这个点心店老板的东西 这个小商店的大哥 他就说啊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个点心店 十年前就发生过火灾 十年前就全烧完了 当时啊 店里的人是全都暴毙 都没能活下来 等于这个店已经没了 但还确实是这个位置 是 小西听完大吃一惊 问那后面怎么样了 大哥说 后面这块地方呢 又是推倒重建 又有人是搬过来住 但是新来的一家呀 也没住太久 过了一阵全都跑了 现在那边呢 就是一个空的楼房 你的明信片很有可能 就是个恶作剧 小西呢 就给大哥说谢谢 然后他也是立刻 跑路回到编辑部 小西也是把今天经过啊 说给他一个同事 给这个同事老白说了说 说自己啊 收到一个奇怪明信片 但是根本找不到那个店 但小西啊 就想给这个老白 看照片的时候呢 发现 这个照片怎么都找不到 车里面没有 包里也没有 老白想了一会就说啊 说那你应该是找不到的 这个事情我有印象 在五六年前就有过一回 当时呢 我没去采访 同时B哥当时非常好奇 B哥他就自己去 后面啊 B哥根本没有回来 这一趟采访是有去无回 B哥整个人也是完全消失 在当时啊 这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大新闻 B哥人没找到 车也没找到 老白说啊 当时他也看过那个明信片 基本呢 也都和小西说的差不多 那到底是谁送的明信片 为什么要人过去 为什么B哥会神秘消失 啊 这一切都是谜 都说不清楚 这个就是采访点心店 奇葵的明信片 哦 因为这个都有B哥 所以B哥这个人没了之后 把电脑也给卖了 公司配的电脑给卖了 这个也挺经典啊 就是你接近一个危险 一个怪异 但是你没有见证他的全貌 嗯 而是以幸存者的角度 呃 你虽然是幸存者 但你也没有摸清这个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留下很多这个 未解的值得 怎么说 就是回味的地方吧 是 我就挺喜欢这种故事 很多经典怪弹的结构了 嗯 通过一些其他受害者的经历 发现其中还是有很多秘密 嗯 嗯 稍微有一点回味吧 嗯 而且这个前面那一段 比如说自己以前都是调查好再去啊 这次没有调查 感觉也是这个鬼迷了眼 是吧 鬼遮掩了 还真是 行 那今天最后一个故事 叫和幽灵的搏斗 这次主角呢 还是叫他小西啊 说在五年前 他自己租了个公寓 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老的小楼啊 一共有两层 小西呢 就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 一楼呢 是没人住 也没有人养宠物 搬家的时候 当时这个货车的师傅啊 就说这里风水不行 听说有怪东西 但小西不信 自己平时很胆大 平时呢 也都锻炼身体 刚开始觉得没事 后面呢 就开始做梦 是清醒梦 梦里面保持清醒状态 小西呢 这也是第一次体验 就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很好奇 有的人这个清醒梦啊 是梦里面有超能力 小西他的梦境 是主要去各种地方去旅行 但是啊 这个清醒梦 是只有在这个房间里面 才能出发 在外面都不行 公司不行 酒店也不行 到去年的秋天 事情就开始发生变化 他这个租的房间呢 是有两个房间 到秋天 小西就是换到旁边 那个房间 另一个房间 这个梦境 平时就会有很多现实元素啊 换了房间之后呢 就会有更多 更加现实的场景 很难区别现实和梦境 小西呢 在梦里面上班 在梦里面这个 做饭洗碗 在梦里面打结巴 很多事情 很多情况 都是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 行 在梦里很难发现自己是在做梦 但是这个时间慢慢推移啊 梦的情况是变得更加严重 对小学精神来说 是很大的一种打击 比如说啊 有天早上起床 就去公司上班 中午也吃饭 到下班回家的时候 突然呢 就是有一种感觉 这一天都是在做梦 很难有区分 但是有好处也有坏处 因为啊 做梦的时候呢 是非常现实 比如说工作时候 要用的PPT 要弄的文档 在梦里面 全都经历过 全都弄过 也都是有了一些经验 在现实工作时候呢 就是会更快速更顺利 梦里面呢 也是某某的链接吧 这个啃呀 和好鬼的一些长连段 也是更加稳定 更加熟练 当这个日子过了 是 还真是 这个影响生活的坏处啊 是这个时间的感觉 变得非常混乱 没有什么时间观念了 比如说有一回啊 这个有一整天都没上班 所以那一天呢 就是没有区分出 是现实还是梦境 梦里面是下班了 回家都已经洗澡睡觉了 但是突然呢 就发现 今天一整天都是梦 醒过来的时候啊 已经是到了现实的下午 说有一天啊 小夕晚上醒过来 是晚上替被子冷醒了 房间里面也没关灯 晚上呢 是看了点漫画就昏迷了 小夕就起来喝喝水 盖上被子 这个时候啊 就发现 被子里面有怪东西 棉被里有奇怪的膨胀 怪东西也会移动 像是一个有生命的 一个很奇怪的幽灵 这个时候呢 小夕他并没有害怕 反倒是心中 有了一种污名的怒火 对准被子里的怪东西啊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一顿飞踢 狠狠地使用急风迅雷腿 小夕踢爽了 想掀开被子 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是被子呢 并打不开 小夕是再次暴怒 又是一顿丝滑小连招 打完之后啊 被子里的怪东西呢 是突然消失 整个被子呢 就是没有了 刚刚那种奇怪的呼气 小夕就想 也打累了 要不还是睡了吧 准备就是收拾床单 但是背后啊 突然有一种奇怪气息 背后呢 被抡了好几拳 哦 杀回来了 小夕回头一看呢 是什么都没有 小夕这个时候 再次调整呼吸 就感觉背后有一种 诡异的气息 但此刻 小夕完全不害怕呀 他集中精神绷紧神经 回头就是一招 正中线五段突 哦 这条打完是非常有手感 怪东西呢 也是在一瞬间啊 显出他的原型 这个东西确实是个怪物 上半身是一个肌肉大哥 下半身是一个绿色大蛇 哦 还挺不按常理出牌的 这个形象 这几回合打完呢 小夕啊 她是往床上一倒 就地昏迷 当小夕再次醒来 发现时间还是半夜 地点在床上 她是躺在床上 对空中打拳 小夕想了想也明白呀 刚才的对战呢 是梦境中的一场战斗 经过这一战 小夕呢 就是再也没有做过 这个清醒梦 从此以后 每天都睡得非常踏实 哦 给震住了 这个就是和幽灵的搏斗 一个人把这个乌的东西 给震住了 暴怒小夕 确实有一些力气 我这还真是挺反套路的 一个故事 因为一般这个 讲清醒梦的 都是现实与梦境之间 越来越模糊 然后最后是精神方面 会出一些问题 是 或者引发一些 这很危险的 做出一些很危险举动 没错 结果这个是直接 直接把罪魁祸首给收拾了 我真爽 这作者估计是一个 任牙爱好者 估计平时也稍微练练快 也喜欢拳脚这一方面 可以 今天也是很短的几个故事 希望大家听得过瘾 听得尽兴 听完就可以 安心的睡觉 可以 那感谢大家收听 本期摩登怪谈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科斯科地铁站羽隧道中》 建立起新的团体 城镇和文明 在挣扎求生的同时 也开始了无休无止 斗争与厮杀 人类沦为野兽 最后的避难所 正是永久牢笼 年轻的阿尔乔姆 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网站 她始终无法忘记 已经离去的遗迹 也热衷于幻想 战前世界的模样 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 经典代表作 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 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 地铁三部曲 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APP 独家上线连载